两支球队在第一个比赛日是双双落败 要想在本次四国邀请赛上争取到一个更好的排名的话 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讲都不容有失 比赛刚刚开始不到一分钟 放入墨西哥队率先打破了僵局 这一下实际上呢 中国队整体后防线上的协防保护是不够默契 中场丢球之后呢 对方来打反击 整个防线快速的向右平移 但是在平移的过程当中 进行了五处的人员上的调整 阵容也是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去往边路转 那这个队的变后卫逃避上来了 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四十五度角的传终 在进区内远端14号高尘把这球破坏出来 那这个队开场赛 这个对于球员的这种体能和状态的消耗 其实还是很大 这一期国家队的集训呢 一方面是考察阵容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要为东亚杯来进行备战 好的 中国队这边有机会 打门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30分钟 中国队这边是38号 萧玉仪 将皮球稳稳的送进了对方的球门 但是之前几次呢 射门稍微显得有点犹豫 然后墨西哥队的防线回撤的速度又比较快 最终没有能够破门得分 这一次是墨西哥队整个右路的防线啊 上的有点冒 这个球冒顶之后呢 球直接到了王霜的脚下 王霜非常的冷静 吸引对方的防守球员之后呢 把这个球正好送到了 萧玉仪前叉的路线上 萧玉仪也是稳稳的设门得分 将场上的比分一举搬平 看看阿中队能不能乘胜追击 宋多安这边也来了 底线附近的红船球 对方的门将把球拿到 这个球呢又是王珊珊和王霜 两人之间想寻求一个直接的联系 今天啊 雨天一方面是施滑 王霜和王珊珊能够带出 吸引对方的防守球员 然后萧玉仪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 是获得了非常多的直面对方 门将的这种进攻机会 这边墨西哥队又是18号卡尔德 这一点是墨西哥和中国 打的比较像的地方 他在进攻线上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11号约翰逊作为一个前锋球员 他拉出来 也能够带开中国队中路的防守球员 然后呢18号卡尔德 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获得了 比赛打到了54分钟 墨西哥队突然的一脚掉射 这个球攻破了中国队的球门 这个球打的却是张瑞翔 打过对方门将几次掉射 但是没打成 这一次呢 费拉尔是看准了中国队的门将 朱玉的站位比较靠前 直接打了一脚掉射 这个球打中了球门横梁的下沿 直接进往非常完美的一个弧线球破门 后场长篇球 直接去找进攻一端的王珊珊 墨西哥队的中尉希拉 这个球先出来 通过犯规把球给破坏了出来 球员往里切的过程当中 约翰逊再去抓孔当送传球 这球直接找到了进攻线上的王霜 在对方防守圈的干扰下 王霜是倒在了地上 但他们并不认为 那中队这个球怎么来打 张瑞 这球打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69分钟 中部队这边通过任意球直接破门 场上队长20号张瑞 在关键时刻帮助中部队将场上的比分担平 再看一下这个球 对于中部队来说 这个球来的太关键了 张瑞这个球打的直来直去 并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 在这个位置去打一个弧线球 悬球门的两个脚 而是说直接用脚背去抽这个球 球打出了一个比直的线路 对方的门将扑救不及 只能是目送皮球入网 场上的比分这个时候变成了2比2平 中部队的这个球打的是确实精彩漂亮 比赛来到了将近70分钟 看看中部队是不是一鼓作气啊 翻评比分之后 希望中部队在场上能有更好的发挥 外围再打一脚远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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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鞋 我外围 这球在垫到远端 王双守在这一侧 但是皮球更靠近对方的防守球员 中国队又获得了一个前场右侧的这一球 这一球换成7号王双来主罚 中国队之前几个定位球打的都还很有威胁 国际国队的门将桑德亚哥很紧张 在布置防守 王双这球直接打向了球门 这球也很有想法 中队的球员在向财失业 这个球的异议 但是主裁判认定进球有效 王双任一球破门 主裁判顾川寒还是将手指向了中圈 墨西哥队的球员这时候提出了抗议 这种友谊赛的比赛 想有门线技术应该不大可能 从这个位置也不太好去判断 这个球是否越过了门线 是否整体越过 这个机位就更看不出来 是否有效应该不太好去判断 就会有效应该不太好去判断 中国队这边又有进攻的机会 送端横向的给到门前 外围中国队还有再打 这球打高了 来自于21号许严路 许严路在下半时比赛 Tip上场之后 他的这种能力 还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展现 在进攻一端 对对方的防区 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个人突破的东西呢 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 体现出来了一些 那就看能不能在随后 好的 这时候当事主裁判顾周涵 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